1月1号起,从元旦开始两天 分别在国立东华大学美伦校区体育馆 花莲高宫体育馆、花莲高中体育馆 所举办的全国性排球赛 来自全国好手共有31队参加 是排球运动的盛事 而这场赛事定名为2021年第一届 日出起来杯全国排球邀请赛 取名日出的原因 主办单位全球运动产业整合交流协会的赛事总招 李应如表示 是因为元旦办赛事 赢日出的曙光 所以定名为日出起来杯赛事 好起两天分别在国立东华大学美伦校区体育馆 花莲高宫体育馆 花莲高中体育馆举办全国性的排球赛 来自全国好手总共有31队参加 是排球运动的盛事 这场球赛定名为2021年第一届 日出起来杯全国排球邀请赛 取名日出的原因 主办单位全球运动产业整合交流协会赛事总招 李应如表示 是元旦办赛事赢日出漱光 赛事总招林一如是这项赛事的灵魂人物 他是土生土壤的花莲人 他的父亲李志宏跟母亲陈秀娇从事工艺资善的活动 将近有40年 尽其所能 因为父母的身教研教 他希望国家未来的栋梁能够自幼扎根 都朝正向发展 所以毅然决然的投入交职 109年他邀请了全台湾将近500多位的排球 红号来花莲 以排球会有 除了邻居排球人精神 发扬运动好处之外 也希望提供大家一个正向输压的健康活动 更希望借此机会 让大家多多认识家乡好山好水的花莲 记得高松双唤是采访报道